阿桑這次的動作是否很辛苦 辛苦啊 我覺得體力上的事情都還能處理到 我覺得最辛苦的不是動作是溫度 因為我們是在酷熱天氣警告最熱那幾天 穿大褲 穿鼻彈衣 和嘉輝哥打的 我覺得他的意志力都很厲害 導演一路一剔一剔地拍 男人的賀爾蒙都很勤力地去完成每一個鏡頭 所以我都很佩服嘉輝哥這一點 你很有意志力頂住了一個動作 你說跌地下 當然是年輕人做 他說在馬來西亞山洞 是啊 當然是我做 待會怎麼說呢 因為去到那裡每一個人都有些傷是伸的 他的腳有一點傷 大家可能剛剛病完 大家未回復得那麼好 我感覺到我自己的體力還能做到 就做了他 沒什麼特別的事 那是否第一次你參與這麼多動作 辛苦的節目 其實都不是的了 但是我覺得年輕度是完美主義者來的 可能以前我們拍五剔 他可能會拍十剔 二十剔 回到再去賽後檢討 然後再看看如何好一點 以前經常都說不夠時間拍 又或者不夠預算拍 現在有這麼好的條件 可以像西片一樣回去再去賽後檢討 我覺得應該是珍惜多過去說辛苦 所以我很珍惜這次每一個 跟每一位演員 導演 幕後人士合作的機會 林道的動作戲就很厲害了 今次終於可以跟他合作了 是不是都已經原目了 或者是否認識他 其實我跟林道認識了很多年了 我很小時候認識他 之後我們再相遇 就是他回來TVB 幫我們拍一部《廉政》 我覺得是那次的合作 他了解我更加多 而他真是好好地 很信得過我給這個角色 我最佩服林道的一件事 就是在他的電影裡面 每一位角色都是有情有義的 他可能是一個反派 可能是一個正派 但是每一個人的人物性格是很立體 所以作為一個演員 演的時候也非常之容易去演 還有一場戲在和合石 是吐的還會輸的 我就是講過一場 不是吐 但是每一位演員 其實我覺得我們辛苦 工作人員很辛苦 因為他們托著一些機器 然後他們拿著鏡頭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團體 都一樣去拼搏的一個活動 我敢說 一幫傻傻的人去做這件事 每一個人都有中暈 就是每一個人都暈了 但是其實拍戲的魔力就是這樣 就算暈暈 你的意志力都跟你說 你起床你一定要拍一句 但是有些人會感受嗎 就是你沒有入住室 他們不知道的 怎麼可以讓他們知道 怎麼可以讓他們知道 是不是不敢跟他們說 就是不敢跟他們說 不會特別說 就是回來他們知道累的 比如我媽媽那些 有時他們來探望我 我都特意避開她 因為無謂 對 我覺得這些自己做完就OK了 謝謝 謝謝